这帮爱牵刀的 我还没回来 门就给我封上了 快了 我爸和我儿子 爸 小宝 爸 小宝 怎么了小妹 快了 我爸和我儿子不见了 你见了 记得你等我见 绿水青山 空气新鲜 真是 郊游的好天气啊 看 连这汗水 都带了一股 香土气息 这边看看 回头啊 小妹 咱们就去这边 知道吗 小妹 所有的都跟上 跟上 你把我爸和我儿子 弄哪去了 你起开小妹 放开我 住手 不要欺负一个女人 我们家门上的封条 就是你们贴的 肯定也是你们绑架了 我爸和我儿子 施女士 你冷静能用 逻辑的思维想一想 我要的是你房 钱你也收了 我绑架了你父亲 和孩子干嘛 那 那他们会去哪呢 我哪知道 小妹 我看你爸和孩子 不是他们弄走的 你先别着急 不会有事的 哎 这位女士非常理智啊 是我欣赏的类型 怎么称呼啊 我是她表姐 来帮她看看合同 表姐说的有道理 正事了解 正事了解 来 看吧 合同呢 是法律的产物 公平的化身 无论你怎么看 都非常的完美 甲方 王大发 你叫王大发 哦 名字呢 无非就是个代号 人生在世 如沧海一宿 何必在乎细节呢 合同上写得很清楚啊 你们得到的 远远超过 你们想象的价格 签吧 签吧 这要是不签的话 你们还准备动应的 这位女士 贵姓吗 这么说 有人抢在咱们前面争利了 是啊 肯定是咱们想搞开发区的消息泄露了 这帮人有一分的力 就敢冒十分的钱 董学长去查了吗 去了 好 那咱们就等到消息 看看这什么企业 居然敢跟政府作对 对这样的人呢 就得依法严惩 违不违法还没有调查清楚 但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牟利 我看多半不会名流无赖 看来啊 这件事情啊 咱们只能置去 置去 这事会都在说 现在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 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也给我提了个醒 咱们要想搞开发区啊 这第一难的就是征利就是拆迁 尤其是现在消息走路了 咱们还有个速度的要求 是啊 确实很麻烦 B就是农民的命啊 对 所以啊 我想问问你们两位本地人 咱们县里有这方面的能人强将吗 必须得是群众信任 用能力出众的 我倒是有个人选 就不知道她愿不愿意 哦 免贵姓董 董女士 大家都是聪明人 我说得再简单不过了 我用钱买你表妹的破房子 大家皆大欢喜 为什么不卖呢 卖房子要分卖给谁 我们连你真实的性命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是谁买的这个房子 这怎么卖呀 这样 你把你的姓名和你的公司告诉我 你是既认钱又想认人 都要签合同了 这买卖双方的信息都应该是公开透明的 把你公司的名字告诉我 我们再商量商量 工商社会时间宝贵 施女士 这毕竟是你家事 你总不应该 所有的事让你表姐做主吧 你给个同外话 签还是不签 你要是不签呢 你们村有的是人求我买房子 我不签 人生的大错 往往是无意间的决定铸成的 接下来呢 就会在余生中悔恨 我为你感到悲哀啊 为你感到即将失去巨大的财富而悲哀 为你感到失去美好的人生而悲哀 接爱 施女事 你等一下 钱拿走 把收条给我 去 去 大哥 这 这 就 这 就走了 这 右眼狂跳 你不要假开哪 眼熟 肯定有问题 走 快点 快点 走 廖书记 这个杨洁是原来 县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 以前呢 他一直在基层工作 别说这城里了 就这附近的十里八乡 他的威望 那也是数得着的高啊 如果这次 能请他出山坐镇 那争地拆迁的难度 就会大大的降低啊 你觉得他不会说这儿 那 他呢 年龄确实大了一些 这忙了一辈子 就像在家里一样天年 不过我听说 有些单位想反聘他 但都被他拒绝了 听见到我爸和小宝没 书记书 我爸和小宝在那儿吗 没有 爸 小宝 爸 张婶 你看到我爸和小宝了吗 我们在陈老伯家 好好好 妈妈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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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叔 爸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妈 好好好 你坐下坐下 行 行 我是怕那样坏蛋 让他签合同 再和小宝出威胁 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 谢谢陈大宝 不行 不行 哎 哎 你到城里的事 你爸都对我说了 怎么样 找到能管事的人呢 嗯 找到了 县里的廖书记可好了 他已经答应 要帮我们调查这件事情 而且 还是董县长用专车 帮我送回来的 廖书记 什么好人不好人 这都是他们当干部 分内的工作 对了 爸 那个钱 我已经还给那帮人了 房子咱们不用卖了 哎 小妹啊 看来咱们村卖房子的事 还没完喽 老伴儿 来来来 把这俩带走啊 好 好 去吧 来 来 来 走 乖乖的啊 哎呀 哎呀 这天天啊 在家看这两个孩子 比过去啊 管一个乡镇都忙 您这也是累病快乐的 哎呀 没办法 这俩孩子父母都忙 嗯 只有我们老两口帮着给看着 这乐也得看 不乐也得看 只能让自己快乐起来嘛 是是是 老杨啊 老杨啊 你看你这金身头这么足 嗯 能力又强 你不出来工作 真的太可惜了 是啊 好什么呀 你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我都快七十的人了 这头发都开始白了 也都掉得差不多了 哪还来的精力 活到我这个年龄啊 这一 不缺钱话 二 对仕途没啥想法 这三啊 我犯懒怕辛苦 只能在家里看看孩子了 一身疲惫 也没啥余热了 哎呀 喝茶 哎呀 您这太谦虚了 您看啊 这个 咱们廖书记亲自来请您 你不能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啊 廖书记 啊 我给您赔罪 来 喝茶 好 我说 梁主任 您 工作的事就不说了 好久不见了 聊点轻松的嘛 嗯 好茶 确实是好茶 这个老杨啊 能力是没问题 可我看他现在 心已经不在工作上了 可是 我真想不出来 比他更合适的人选 别灰心 总会有办法 差不多得了 你这都洗了一下午了 你说你美心种下垃圾 不光把你自己弄得一身臭 你还把我弄得一身臭 哪儿臭了 你都洗了一下午了 使劲洗洗洗 我整天在那儿弄垃圾 也没像你这样啊 这可是我在上海无脚厂新买的衬衣啊 在哪儿买的也是衬衣啊 关键不是衬衣 关键是你每天搞这些垃圾涂什么呀 脱茶 脱干净呗 等咱村干净了 我就想建一个养殖合作社 那样就没有乱来乱撒地生出了 等村里干净了 我还想搞搞旅游 卖卖白茶 那样带领全村透明致富多好啊 就减你和你那几个姐妹啊 还可以说 还有咱爹呢 咱爹刚选上养殖合作社的设者 合作社 一个月有多少收益啊 现在初期没有多少 几千块吧 不过我很有信心 你和收益少不了 我在上海 一个月能中六千块 如果你和我一起去了 咱俩人起码能中一万多 到了上海之后 那环境又干净又舒服 多上档次 你再看这 这 这 又脏又臭啊 是嫌弃我了 我有啥味 我有味也是为了全村 净瞎折腾 连樊一家那个超市 你们都惦记上了吧 你们是怎么想的 樊一它容易吗 你们还真想跟上跟巴拉 这事在上海都知道了 赶紧请搜吧 见识美丽乡村 也不是这么个见识法呀 那你说说 咋见识啊 我看村里人说得没错 什么金国理事会 整个一个金国麻烦制造会吗 我就说嘛 李语荣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你咋就回来了 咋 你咋在城里待了两天 都学会割不折往外拐了 实话告诉你 我这一次啊 就是村里人给我打电话 把我叫回来的 让我回来劝劝你 可是吧 就你那个臭皮结 我也不想劝你 知道就好 我想带你走 去上海 上海那边的工作 我已经跟你联系好了 你过来两天收拾着 跟我走 你真是安排好了 你是想做我的主对吧 要走你走 哪儿都不去 我是你丈夫 我怎么就不能做你的主 你想做我的主 我还告诉你了李语龙 妇女能顶半边天 你知不知道 你要是心里天天想着做我的主 你就是封建的残余 顾小薇 我告诉你 我跟你联系的时间 要么 你跟我去上海过好日子 要么 咱俩人散了 给你的理事会过去吧 谢谢